委員後選人 鄭文婷拜託 拜託 站上宣傳車 民進黨金融立委候選人鄭文婷 在議長同志委陪同下 進行車隊掃接 沿路向民眾拜票 立委號次抽籤完畢 抽中6號的鄭文婷 立刻安排掃接 希望把握每分每秒宣傳時機 今天抽到6號代表的是 反權貴顧基隆 基隆66大順 我們一定會勝利 議長同志委陪同掃接 呼籲民眾支持鄭文婷 儘管天空下起大雨 但民眾熱情不減 紛紛向鄭文婷加油打氣 而針對無黨籍立委候選人 王醒之下贊帖 希望能夠公開辯論 鄭文婷也正面回應 我們希望這兩位參選人 不要只是回過頭來 在過去舊有的政黨 政治的資源跟系統之下 對選民進行動員跟洗腦而已 我們希望是能夠具體的 針對政策面來進行政策上的辯論 以及交鋒 那為什麼是國民黨跟民進黨 還有一個無黨籍 人家有其他候選人也有黨派 其實這個部分 你在黨派的區別上 必須要有一個公平的原則 也就是說如果你是一個無黨籍的 你為什麼要跟有黨籍的來競爭 那你要先提出一個論述 那其他的候選人 人家也是有黨派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都必須要顧及到全面的公平性 選舉最後倒數關鍵時刻 鄭文廷要全力拼搏 守住基隆關鍵議席 記者黃少民 基隆報導 那為什麼要向民家 向民prend動画 對地方 中國搭訕 确定 你為什麼要可以 谢谢观看